我刚才是群伤怪人 怪人就是什么 四川八旬老汉有家不住 常年住洞穴里 无师自通 临摹正板桥书画 自称是正板桥转世 还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 青川怪人 周围居民对此是深信不疑 只因20年前 在老汉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2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八旬老汉难道真的是 正板桥转世吗 下面我们一起来揭开 洞穴老人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四川省青川县的一个 偏僻小山村之内 住着一位叫做龙培根的老人 已经80岁高龄的他 在当地是家喻户晓非常有名气 但有名气的原因 并非是长寿 而是他的种种怪异的行为 他家里明明有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却不顾邻居的异样眼光 不顾家人的反对 偏偏带着妻子 搬到了山上一个小山洞当中 龙老爷子还把这处洞穴当成了宝 取名为荣西洞 之后啊 龙老爷子开始称自己是正板桥的转世 还给自己也取了一个雅号 叫青川怪人 我们都知道正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 他的一生只画蓝竹石 他的书画呢 也是被视称为三角 不仅如此啊 因为他的种种怪异行为 他还被称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的才华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流传至今的书画也是被人们珍藏了起来 而龙老爷子之所以敢自称是正板桥转世 从家里的一落落字画而来 仔细看这些画都是临摹正板桥的名作 龙老爷子自豪的表示 这些都是自己画的 并将每一幅临摹正板桥的字画 都解释的有板有眼 你还别说 龙老爷子临摹的字画呢 还真不错 不仅如此 在龙老爷子住的怪人石洞旁边呢 还种了很多竹子 这样的爱好与正板桥是如出一辙 看来真是正板桥的头号粉丝啊 但其实呢 龙老爷子的出身和他的生活环境 与正板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龙老爷子的祖籍 在绵阳三台 解放之后呢 复原回到地方 1958年移民来到青川乐安四乡 被选到香联合诊所负责 三年之后 收编进乐安四乡卫生院 任普通医生直至退休 自从住进石洞之后 龙老爷子除了一日三餐 和偶尔到野外采风之外 每天基本上都要在此看书写字作画 老两口现在靠龙老爷子 每月500元的退休金生活 自己种菜养鸡 可问题是龙老爷子搬进石洞之前 生活与正板桥和书画都毫无瓜葛 怎么就突然变成了正板桥书画的临摹行家了呢 有知情的村民讲述了村子里20年前发生的一件怪事 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让龙老爷子性情大变呢 做出种种怪异行为的呢 由于时长的关系 本期内容将分为上下两节来讲解 如果你也想知道20年前的怪事后续 欢迎点击右侧头像进入主页 再点击刚刚看过 查看下集精彩内容